大家好 歡迎來到電腦網阿達的頻道 我是小編 Kila 上次我們在跟大家分享了 LINE在電腦板上實用的功能 這次我們把戰場搭回手機 現在95%的台灣人手機裡面都裝有LINE 甚至也早已跳脫純工宿軟體市場 整合購物 轎車 線上支付等等的功能 即便已經如此方便 LINE還是有不斷在更新 今天呢就讓我們來介紹那些 不可不知道的超好用心功能 換機 換機最困擾的就是有很多資料都需要重新轉換 尤其是轉換使用平台的用戶 不管是蘋果轉安卓還是安卓轉蘋果 都需要相當大的工程 近期來更新啊 提供了全新且更快速的帳號移動方式囉 重點是這個功能 不僅是用在跨系統換機 甚至是換了手機號碼也可以使用哦 使用上也非常方便 只需要新增透過行動條碼 移動帳號的功能 就可以一掃無痛轉移所有LINE的資料 這樣方便的功能真是解決很多人的煩惱 另外提醒大家在轉換前還是有些作業建議需要完成的 如果你想要把聊天紀錄完整保留 需要是同個系統的換機 例如是蘋果換蘋果或是安卓換安卓 而且在換機前要先在舊手機完成LINE的聊天備份 接下來就可以來換機啦 首先新舊手機都需要安裝LINE 這個是很基本的啦 沒有安裝的話也不可能來傳資料 接著在新手機上面選掃描行動條碼 然後在舊手機開啟LINE App主頁 於設定選項 以行動條碼移動帳號 就可以用新手機去掃描舊機 提醒大家要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掃描哦 如果超過時間的話就要再點選更新 待更新行動條碼後才可以再進行換機的 到這邊畫面會彈出視窗 確認是否為本人 按下確認後還要再輸入裝置密碼 才可以繼續後面的動作 這邊雙重確認我覺得挺好的 不會哪天讓有心人士 直接把你的LINE全部看光光 另外這邊有點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新手機按下登錄後 這樣好久沒辦法在舊手機上面使用囉 所以建議新手機登錄前也要再三確認 是不是所有蓋備份的都備份好了 若如果操作到一半返回 可點選上一步返回 登錄在新機後可以選擇 是否要復原備份的聊天記錄 復原後整個帳號就轉移完成囉 前面有跟大家提醒過 這邊對於換操作系統的朋友們比較不友善 因為復原聊天記錄 僅限同系統的換機操作 所以從蘋果到安卓 或是從安卓到蘋果的跨下頭用戶 就沒有辦法直接復原聊天記錄囉 不過現在新版本也會自動還原約14天的聊天記錄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免煩惱的 分享螢幕標記 接下來這個功能可以說是用LINE辦公的福音 常常我們在會議時會分享畫面 但分享螢幕畫面要呈現的重點在哪裡 因為沒有實體會議可以用雷射筆 去跟著報告時的順序去做簡報上的標示 所以常常會有報告者在講話 主會者無薩卡的情況 貼心的LINE官方聽到大家的哀嚎啦 現在最新的版本可以在分享自己的螢幕畫面時 一邊使用塗鴉功能一邊報告 更誇張的是這樣的功能不僅分享畫面者可以使用外 餘會者也可以使用塗鴉功能囉 這樣不僅在報告時可以更省力 在討論的時候也可以更方便且更有效率的進行溝通 目前上面這個讓餘會者也可以啟用塗鴉功能的這個部分 只有在安卓的平台可以使用 所以這邊要提醒大家 分享畫面者需要為安卓裝置前LINE版本 是要最新的才可以使用喔 另外這個功能在群組視訊 語音通話還有LINE會議室都可以使用 進入塗鴉模式以後呢 在下方會跳出工具列 前兩個顏色選擇跟筆畫調整很好理解 就是可以根據我們想要的標記筆畫樣子去做調整 接下來印章的功能點下去後上面會出現可以選擇的四個圖案 只要選擇你想要的圖案 然後分享螢幕上面點一下 就會像蓋印章一樣蓋上去 在開會中可以方便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個人覺得蠻方便的 也期待之後會有更多的圖案喔 接下來就是兩個清除的功能 橡皮擦可以擦掉單個筆畫 或是印章的標示 全部清除呢 則可以把螢幕上所有的標示擦掉 這邊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與會者可以清除自己的標示 但無法清除分享者的標示喔 而分享者可以清除所有在畫面上的任何標記 可以想成分享者擁有螢幕標記的所有權限 而與會者只有部分的權限 所以在使用上分享者不用擔心 可能自己的標示不小心會被與會者刪除 今天介紹的這兩個功能是不是都很實用呢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第二個功能 這個新功能的開發有點像是把Google Meet結合了Gemboard 我覺得在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期待在iOS上也可以開放使用 這樣的話想必很多會議也不會再使用Google Meet 因為用Line就可以有更好的會議體驗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訂閱、按讚、電腦王阿達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